今天我們的他和他的故事 會有哪位呢 有很多女孩都說 是否這個星期日 是呀,這個星期日 就有姜B出現 今天我們的他和他的故事 很快出現一位 有史以來最快重複的人 他是哪位呢 原因為何會再叫他上來呢 就是因為他突然多了一個稱號 叫這個動物傳心師 是否這麼厲害 今天有姜濤,你好 大家好,我是姜濤 其實當你知道要接任命後 有否去看動物傳心師是甚麼 還是沒有,還是看一份廣告稿 我有上網看過動物傳心師是甚麼 因為我一開始聽到動物傳心師 我也不知道關於傳心甚麼事 對,究竟是怎樣傳發 我以為是心理輔導的 對,即是你以為是跟動物做心理輔導 對,我心想怎樣跟他… 對,可能人有心理醫生 我覺得動物可能也有心理醫生 我就去檢查,怎料原來是… 是有某種特異功能的一種能力 你覺得它是一種特異功能,是嗎 如果照我看的影片 應該就… 我想以龜類為特異功能 也可以這樣歸一下 因為其實也有點難以解釋 為何他們可以做到這件事 當然我們也不會猜測 他們是否真的可以溝通 還是…不是的 因為始終坊間太多不同的說法 是… 曾經有一隻龜叫布歐 你有沒有按到那一段影片 我有看… 究竟你跟布歐是否溝通到呢 其實我想說廣告 我不是要跟那隻貓有互動 是 其實已經拍了很久才拍到 因為我天生不太守貓的歡迎 是,我記得你上次來的時候 也有說,有得選,你一定會選狗 即使你跟朋友的貓貓、狗狗接觸 狗是可以的,那些貓都不展示你 對,難…我小時候已經有貓的地方 不知道為何那些貓就是要避開我 是不喜歡你 我不明白 所以自此之後,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就覺得是否因為我心裡 對貓不尊敬 所以自此我看到貓 我就有一種很尊敬牠們的心 但真的要先想 當你這樣發覺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是否因為你自己 對牠不尊敬 那你曾經真的有一絲的意念 是否不太尊敬牠們 可能沒有想過牠是否尊敬牠們 覺得是貓而已 就不太理會牠們 對,我覺得應該好像狗狗一樣 但越長就發覺越不同 原來不是的 然後我開始在路上看到貓貓 我小時候會說,你好… 即是你自己也會無奈 先打一招呼 對 因為我看貓很有趣 我真的很想跟牠們有互動 希望有,但又不知為何 在內河被人冷落 但完全沒甚麼用 覺得從小到大到現在 儲了那麼多個黑佬 跟牠打聲招呼 還是被冷落 也沒用 到這次了,真的要拍廣告 要面對一隻貓面 我相信拍廣告的動物 應該相對比較順暢或癡人 對,那隻貓其實已經出名乖 牠的主人也說牠很坐定 牠不可以動 但對著姜濤又… 對,但一到位置時 牠永遠都不看我 但其實又要你看得到牠 牠看得到你 對,要對視 因為我們那個… 你們應該要傳到心 對,我記得很難拍到這個鏡頭 那搞了多久 她的主人很尷尬 不,平時不是這樣,為何這樣 她心想,沒理由 平時牠對每個人都很熱情 沒理由對著姜濤,不是的 對,所以可能… 那你有否很不開心 因為平時人們對著你也很熱情 應該會眼睜睜看著你 不,我會再… 遲些看有沒有歌曲可以打入寵物界 再檢討一下 但你現在這首歌 也有很多朋友幫你做了一個 特別的MV,做一下動作 即使是蒙著嘴巴 但也可以告訴你 但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我們跟寵物之間的關係都是 我們其實都不會聽牠說話 無論是甚麼動物都好 但又好像有著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那些主人好像明白自己本身養的寵物 是說甚麼 牠要吃東西 牠想你摸牠,你摸牠吧 都會說這些話 你經過這次,雖然上網看了動物傳心思 大概是做些甚麼 對 但是你自己雖然對貓未必很大興趣 但對狗也會想養 我很想養 最近真的有空就會看很多網上 有些YouTuber 牠們會以狗仔為主題 主題的YouTuber 名字也是主題說的那隻狗 即是看牠們的日常 你已經可以… 我已經躺在床上看了半天 即是會這樣繞繞繞繞繞 對,因為你真的覺得 原來狗仔… 尤其是有YouTuber 是貓和狗一起養 你便覺得 原來都可以這麼和諧地相處 對 那你當然要先處理狗狗 你看了這麼多了,要考考你 即是在我們節目裡 我沒有說要考考 對,就是要考考你 究竟怎樣可以 翌日迎接狗狗來到你家 亦順便讓我們的聽眾 了解多些動物牠們 究竟在行為上是代表著甚麼 你看那些片 多不多看到狗狗 是會反開肚子 給你四腳朝天 好像代表信任你的意思 對,那你就對 你有看,還是別人教你 我真的有看 我有看,如果牠們搖… 尾巴搖一搖 不同的搖法 代表不同的情緒 就是那個幅度不同 又代表不同 對… 你也了解了 如果牠對著你打哭路 我不知道 我們人打哭路 可能是眼睡、悶 你覺得狗仔向著你打哭路 你會怎樣 你會覺得這個 牠想表現甚麼 不是眼睡 就是告訴你 絕對不是眼睡的表現 肚餓 也不是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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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你會看到牠會有這個行徑 先打哭路 我記得有些狗仔會經常摺著頭 摺著頭 摺著頭 人們會問牠們是否不明白你說甚麼 其實我好像說不是 是另一種意思 我不記得 摺著頭,牠絕對不是假裝可愛 對,假裝可愛 但也會出現在你罵牠的時候 對,我記得是 很多時候你摺著頭,牠會這樣摺著頭 我上網看過牠好像會… 其實牠是想分散你的主意 好的 也是分散你的主意 打哭路 其實牠不是表現給你很悶 而是其實那一刻牠有點緊張 牠自己也不知道做甚麼好 牠自己不知道做甚麼好的時候 唯有打哭路、鎖嚇頸 但還有一個動作 就是舔鼻 牠們也會舔到鼻子 舔鼻這個動作 原來都是幫牠們分散他現在很緊張的狀態 牠們知道你罵牠的 但又不知道可以做甚麼 即牠們原來分辨到主人是否罵牠的 分辨到的,那個陰痕其實是分辨到的 為什麼很多時候叫主人跟狗溝通的時候 不要那麼高音 高音的話牠會覺得開心 那些錯事牠就會繼續做 以為你在讚揚牠 但低音牠就會覺得 我現在正在受罰 牠應該在說我 雖然未必知道是說甚麼 但牠會回憶一下 我剛才做過甚麼 那件事是對還是錯 如果你很高音地罵牠 牠就會覺得 原來剛才我咬爛牠的廁紙筒 我主人是很開心的 牠就繼續咬 那牠下次又繼續咬 OK 通常主人跟狗狗去訓事的時候 牠們就有這種動作 但你有沒有看過牠們 好像一隻乳豬全體伴在那裡 有啊,有時也有 狗… 你又覺得這是代表甚麼動作呢 拉筋? 不會啦 做瑜伽那些狗狗嗎 好像想睡覺 也不是的 現在的天氣也挺常見 熱 對,太熱 因為牠們沒有排汗線 牠唯有整隻乳豬全體貼著地面 因為通常地面會比較涼 尤其是家裡的地面 我看到狗狗是特地躲在雪櫃裡 我看過那些影片 這麼誇張 對,牠們有一些動物 即狗狗的品種是比較寒冷的地方 是需要冷一點的 所以這些其實又不同 而近期我們很多時候 都是戴著口罩 在街上對人 或者對身邊的朋友 都是憑著看牠的眼睛 我們經常說眼神 都可以給予很多提示 和訊息給我們 其實狗狗的眼神 其實都是有變化的 可以反映著究竟牠自己是怎樣的 那天你對著貓的時候 你應該捉不到牠 沒有看過眼神 完全捉不到 對,牠根本不想看我 但那天最終 也沒有很好的一次接觸到 不,就是很偶然 牠轉身那一刻 走 攝影師就會被捉到 真的很幸運 真的難搞一點 但狗狗,你自己也有接觸過 狗狗,你說容易接觸 那你有沒有試過跟牠們有眼唇的交流 我沒有 我永遠看到牠們的眼睛 都好像很開心 即牠們都是開心的 即牠們都是開心的 對,即牠們都會追著你 因為你不做甚麼 牠們通常都很少不開心 都是想跟著你 是的 但如果有機會 看到狗狗的眼睛 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牠在生氣的時候 這是我們要留意的 因為牠在生氣的時候 你應該要離開 是的 如果能惹到狗狗的眼神 其實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那個瞳孔就會擴張到 你看到很黑 就會看到很兇 如果看到這個情況 我想你便要逃跑 應該都來不及了 當你看清楚牠是否擴大 我想都撲了過來 很近 都撲了過來 但是對於 如果將來有機會 要養一隻狗狗的時候 你當時有說過 有一隻品種 你說很想養的 Husky 是嗎?就是Husky 是… 因為牠俗稱是耳蝦 總之這隻很白癡 你看到牠很英俊,很威蠻 好像很有型 對,牠是狼的品種 對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好像很帥 但原來是一個這麼反差 而且牠的眼睛很凌厲 對… 我為何突然想起要說 其實那隻那類型的狗狗 牠的眼睛好像長期很兇 對… 而且戴了卡扣 對… 所以很想養那隻 但你純粹覺得 看起來很威蠻 原來是臨自治的 因為真的很白癡 我記得牠在狗狗的智商中 然後牠排… 牠排得很低的 很低 牠是排得很低的 對… 所以牠是服從 要拉前 對 所以牠很多時候 牠可能不明白 為何自己做這些白癡 所以我覺得… 你看得太多那些片 我覺得跟我很相似 看起來沒甚麼 原來… 智商也不高 原來很低 全部智商也不高 你覺得這樣可以溝通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很有共鳴 但牠要跟你一起吃 你應該才會更開心 怎樣 牠的食量也是瘋狂的 對… 所以我想之後 一定會有這種狗狗 但真的可能要入雪櫃 對… 在香港養的話 長期要開冷氣 但不要緊 因為我家人 尤其是我媽媽也是很害怕 對… 長期都會開幾部冷氣 家庭的溫度相對較低 對…很多時候在家裡 可能自拍 大家都會說 為何穿這麼多衣服 其實你真的冷 其實真的很冷 你們沒有來過我家真的不知道 其實你真的很冷 所以大家要明白 原因是這樣 不是因為要穿長袖衣 或是哪些衣服 要穿層面 對…有時在家裡穿雨涌 這麼誇張嗎 真的很冷 因為我媽媽有點病 她很需要有冷氣 她可能比較熱 她需要通爽一點 她很需要有冷氣 她一熱就會不舒服 對…但經過上次 我們聊過 養寵物說 我記得媽媽一定不行 不可以帶寵物回家 聽說她是 對… 你說她超級乾淨 她說除非一個條件 就是你以後買很大的樓 她又住一間房 她又住在上面 你如果養狗在下面 就不要被她接觸到 即是互不相干就可以了 對…她說你有這個能力 我就會讓你養 對… 不過… 伯母也是給你一個推動力 讓你努力一點 那我講一下… 我有點洗養不到 不會吧… 怎麼會呢? 你現在的工作這麼密 大家都不怕密 你這排是不錯的了 對…有個派 我知道你也排得很密 那些行程 再說回直播 這次直播 就跟大家說 夢中的嘴巴也是 告訴大家是愛你的 也找到很多藝術 去幫忙 拍了一些短短的… 是否手語 對… 還是你自創… 手勢舞 手勢舞 對…想叫一些前輩 幫我一起跳 好像令大家的參與感多一點 這次就是這個主題 你剛才有提過 如果有機會 就做一些歌 吸引動物 其實有沒有這樣的概念 有機會打算做一些 跟動物關係的歌 動物關係 我想我真的要… 如果真的要養寵物的話 我想會… 到時就會有 對… 其實我這次這首歌 也有動物聲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些小鳥聲 小鳥聲 對…因為它前面 有一個鳥魚花香附影 其實那邊… 有想過要拿走這個小鳥聲 不是 它本身已經有 是 本身是想拿走 為何突然會有小鳥聲 或是一首歌 但我又覺得 不應該拿走它 所以就繼續 有它在 所以大家就保持到 有些聲音 對… 那遲些試試看 會不會真的… 加一些小鳥聲 加其他 其實也不用的 可能那個… 那個內容 因為我看到有幾多歌手 他們都是因為 自己養了寵物 可能中間有些事情的發生 令牠們都有一些靈感去寫歌 是關於動物的 可能遲些姜濤也有機會去養的時候 就深深感受 就不像今次 跟這個貓貓拍廣告的經歷 應該… 你也可以把這個很差的經歷想出來 寫得悲傷一點的歌 就是為何它要拒絕我 就是這樣 當然是最後一句才透露 那個主角是那隻貓 是 否則現在大家要我失戀 通常都是這樣 大家都是當情哥去看的 但其實到大家出來解話的時候 其實是說我和動物的關係 最後一句就是 媽媽不要我 加下去 是 那母親節的時候 會不會變成媽媽不要我 希望將我的筆子拿走 媽媽要我 這樣就好一點 今年過了大半年 其實除了這首歌 大家都太反應 也有很多的前輩支持 那接著這半年 大家會不會都會繼續聽到 比較多產的姜濤呢 還是不是啊 都是樣貞出銳 就是挑選一些精選一些的才出呢 今年預計都會再出 今年的第二、三首歌 計算夢著嘴算愛你之後 我都開始挑選一些展示 嗯 那我覺得今年都會有一些新的嘗試給大家 跳不跳的 還是單曲都是偏向慢歌多一點 今年其實看這個細 本來打算出長條 但其實我們都是剛剛決定 可能這個計算要再延後一年 是 因為始終今年的環境 很多東西可能都有 會很方便 對 會很方便 對 會很方便 多一些人出來 可能要拍攝都可能難 就會比較危險 所以我覺得今年出一個慢歌 以慢歌為主 對 好了 我們期待著等待姜濤下一節的作品 好 還是 我們期待